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美国签证已经通过了 然后是前段时间去面签的 然后已经是给了通过 然后我这个就是一个白本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没有任何记录的 然后第一个签证就是美签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弄 嗨大家好我是DJ韩宝 那么这期来分享一下 我面签美国流签证的一个经验吧 首先呢我给你说我个人状况 我属于就是白本 因为我新换的护照 是没有任何出行记录 没有任何签证的 然后我的状态是单身 年轻男性对吧 然后是自由职业自顾 或者说也可以理解为 咱们在国内理解为无业吧 对吧因为我毕竟没有公司嘛 我属于自己就是 导致网络上的东西去赚钱 对吧那在现在 应该如果你签过没有签证 你知道目前这个状况 因为目前就哪怕你的 个人状况比较好 移民就是 就是回国的倾向很强烈的状态下 很可能都会拒签 那么我这个状态 基本上就是移民罢了拉满 基本或者说80%到90%的状况 拒签的情况下 还是获得了这个美国签证 当然了这个肯定有一部分是运气问题 但也有一部分是我的确是积极的做准备了 然后我也去研究了一下他这个 美国的这个拒签的法律法条法规 所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说 我是去怎么分析这个事 然后就怎么成功的 包括在英文大帐 美国签证的时候面签的 你要跟这个签证官去 呃 但是最终还是给了我这个通过啊 为大家讲讲为什么 那么这期来主要来说一下 我是咱们把我的优势固大略是减少的 那么我的优势什么呢 他说看我的视频也知道啊 我是北京人 所以说户火宝身份证啊 这些什么烂七八糟的信息全是北京的 所以这个的确是有加分的 就针对户籍来说 每签呃 我认为的啊 三种三类 一种是加分 另外一种是不减分 最后一种是减分 减分就是说 比较爱偷渡的那些户籍的地区 那不好意思 那你就是前人砍树 你就晒着那种感觉啊 那是没办法的 这个没有任何招数 而且户籍这个是比较致命的 如果你是重点没关照的户籍 很可能直接拒签 就难怪这个签证官认为你应该过 那么他的上级可能会有要求 或者什么 比如说可能中美关系啊 各方面各个种原因 你就会被拒签 这个没办法 所以签的时候 因为签就要交一千多块钱嘛 一百三十九美元吧 对吧 适合一千多块钱呢 你就要看看你的户籍这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户籍就是云感户籍 那就不要去尝试了 OK 那这是优势 是我的户籍 的确 是这个会有加分 那么说完户籍 我的优势可能在每天上就没有什么了 就说 北京的车啊房啊这些东西 因为毕竟不在我的名下 目前来说不在我的名下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呃对于 个人来说 可以是优势 也可以不是优势 这个就不说了 那么略是什么 首先略是 我属于现在目前来说属于自雇职业 就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啊 我属于网络赚钱嘛 虽然我自己干得很开心 但是对于千零万说 那你这个你对吧 你在这块干得很开心 你在美国是不是也能干得很开心 这是移民倾向 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你是白本 因为我重新换了护照嘛 重新换了一个十年护照 我是白本 没有任何的出行记录 我的以前出行记录 也只去过啊 这个日本 韩国 韩国办了签证啊 就是多年往返的签证 日本去过一次东京 就没有别的 发达国家出行记录了 这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现在护照是白本 对吧 这是略是 怎么去解决呢 首先我跟签证官解释了 我原本在来今天 享有发达国家出行计划 但是呢 因为疫情 我可能连北京都出不去 所以我根本 根本不可能去国外去旅游 对吧 所以我没有办法 去 获取这个 发达国家的签证 并且去出行 那么我在疫情结束以后 刀获 这个离开这个国际工作以后 离开国企以后 我就进行了出行计划 我也给这个签证官 在面签的时候就去解释了 所以这个 这项就是我的一个弥补措施 从事我跟大家说 面签很重要 因为这个面签 相当于说 是这个签证官和你和你的这个填写的这个DS10的预约表格 就是你的这个信息表格的第一次的接触 而且第一次接触 肯肯就是最后的接触 因为如果你没有面签没有过 那下一次也不会是这个签证官给你继续面签的 把你碰上了也是换换人的啊 这个大使馆是出现过这种状况的 对吧 所以说你的第一印象要好 这说一说啊 我在这个这次去北京大使馆面签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欠关啊 这帮老美其实还是比较热情的啊 一般都会笑着问你你好 但是你又板着脸啊 这个不好意思 这必须 我也的确有说 这个亚裔的确是这个最爱板着脸啊 这就不多去说了 一般白人的话可能会或者黑哥可能会比较这种开心高兴的说 说你好你去美国去做什么 对吧 开心心的会跟你问 这个时候呢 就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中美文化差异啊 因为咱们你要去这种政策办事 你就不可能嬉皮笑脸呢 啊 干嘛干嘛干嘛 就是说可能会很就是很庄重很严肃啊 这属于咱们这种怎么说呢 呃 就是亚洲基本都是这样啊 这一个差异 所以说如果最好的话 你也不用说陪一笑啊 你就说一个正常的一个很客气 很给一个比较就礼貌性的微笑啊 你说你好 确诊官呃 这是我的护照啊 给他递过去就行了 也不说你双手啊 那没必要啊 就是太尴尬了 没必要 哎 你说客客气气的给他递过去就行了 代表一种吧 一种对你的尊敬 对吧 你冲我笑对你尊敬吗 这个其实真的很关键 这个真的很关键 因为这是真是中美的两个不同的地方 你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 哎 因为美签有很多都是可以通过 也可以不可以 就是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通过 也可以不给你通过 那么你的一些细节上的加分 就可以给你通过 对吧 我这个就是把细节做到完美了 所以就给通过了 OK 那么这就是这个 我关于出行计划的问题 第二个呢 说 这就是我的一个出行记录 和白本的问题 对吧 然后单身这个问题 你没办法 那所有年轻人 那就没有结婚 这个没法解释 那么解决了 我说的优势扩大 略是减少 那么就要处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要明确准确的 你的这个美国的出行的计划 很多人就说一问 你说去美国干什么 我撒色去旅游 然后你就一脸呆呆的 冒陷签证官 签证官可能会 就直接问你下一问题 会有的签证官等一等你 那么基本这么说的 除非你是特别牛逼 比如说这个国家队 中国国家队的 就是国家队 美国那边给你发 要挺寒的 参加比赛 或者说政府的之间的这些 对吧 但政府之间很恨的人 就用外交护照了 就类似于这种的 可能跟你通过 你要直接就说三个字去旅游 现在真的基本上就是拒签 因为签证官会认为 你根本就没有明确的出行计划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 现在中国人黑在美国的太多了 这个也没办法 就是有签证的 还是这个偷渡的 进去的翻墙进去的 对吧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这么说 就让你觉得 你的这个冲击卡模拟两可 对吧 那既然说你去旅游 那为什么你不在 比如你是北京的 你为什么不去上海旅游 你为什么不去杭州旅游 你要大家要明白我这个逻辑 就是为什么你去美国旅游 是必须的 而且我就要在美国 那么我的冲击路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 我比较选去音乐节 然后平时干这些工作 对吧 我要去音乐节 我想去这个美国的 Rolling Loud 这个西汉音乐节 对吧 这个音乐节 只有在美国阵容是最好的 氛围是最牛逼的 然后就是最造的 然后他的这个舞美啊 灯光啊 对吧 演出阵容啊 对吧 是最最最牛逼的 对吧 只有在美国有 他中国他没有 对吧 中国你放个烟花都不行 对吧 这是你去美国 为什么必须要在美国 去干这个事 对吧 那比如说 有的人会说啊 我说我这个开车 环美旅行 这个理由啊 就比较适合于什么呢 退休老少太太 有钱老少太太 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一定要去充分的理解 我说这些逻辑啊 这东西都有逻辑的 逻辑不通 签证官直接给你拒绝 因为签证官首先 他们都是中不通 他们中文其实都很不错 也很知道中国人的想法 也很知道想黑在美国的 中国人的想法 大部分有些签证官还学过 一些虚拟学 他们也会有培训嘛 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 我所了解的是什么呢 就如果说这个大使馆 发签证最后 比如说大家知道 美国是分开的 就是给签证的是大使馆 领事馆 对吧 但是负责这个 就是入境的 是这个什么 边境那个管理局 对吧 美国边境管理局 然后负责移民的是移民局 如果这个移民局 和边境管理局 最后给的领事馆反馈 说你们这些给的签证 最后全黑在我们这了 对吧 不管它是 就是有效身份调整 还是怎么调整 你全黑在我们这了 那怎么回事 那这个领事馆大使馆 这时候可能就肯定 我认为肯定是我有责任的 所以说他们这必须要 他会能卡就卡 因为这美国签证 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查一下这个LSB 就是说 叫谨慎什么 谨慎处理研究 就是能拒签都拒签 但是大家还要知道 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美国面签 这个LSB什么意思 就是说默认所有申请人 都有移民倾向 都要黑在美国 你要跟他去证明 我怎么不黑在美国 这是很多人 没有理解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对吧 我说他妈的申请旅游签证 你有什么可拒的 我能黑你家吗 什么这个那个 人就开始跟欠关那便捷 这都没有任何作用 这都没有任何作用 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就要去怎么去证明 我不会黑在美国 我能回来 对吧 各方面这个那个的 才可以 对吧 刚才讲了优势扩大 比如说刚才是别人的身份 那你就把你的 这个身份证 活本 对吧 包括就是说 可能你家里的防本 也都拿着 一定要就是说 让你的资料 准备尽可能的后 对吧 人家可能相关一眼都不看 但是对吧 你的东西 因为他只要你去 进食馆 是要去那个锁包的 锁手机的 对吧 你带不进去 你只能带一点资料 你要空手进去 和拿着东西进去 那不是一个状态 对吧 你就是放这 而且我还有一句话 你要主动 主动去递给 签证过程材料 对吧 主动递护照 护照肯定主动吧 对吧 你比如说你把你的 这个身份证 活本啊 房本啊 车本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摩托车 我把摩托车本啊 他怎么着 他的金币 他也是北京牌照 是不是 给他递过去 主动递 对吧 一证明说 我这个身份 一定说 说你看 这样这个签证官一感觉 这小子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是吧 你就好像 比如说这小子 应该按理说 按理说我这个状态应该拒签 我个人感觉应该拒签 或者认为 我可能还在申请几次 但这小子 这个签证官一看 他说 这小子 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那算了吧 给的过吧 而他的确拿的东西 好像的确也说得通 因为我这套东西 就说得通 我去美国天音乐节 而且我这些东西 我都在北京 我肯定要回来 对不对 我的父母在北京也退休了 对吧 最后就是给过 对吧 所以这刚刚说的是 准备的材料 这是说完了 无论说 你的个人状态多牛逼 一定把材料准备全了 一定要带过去 人家一定要主动给 这是一个关键 第二个 要解释信 刚刚我说了 刚才我内容 其实就是解释内容 你把这东西 转成英文 然后科尔基基的 对吧 如果你被拒签了 写成写信 递上去 同时在面签的时候 再去解释 以此来和你的 这个DS10表格去对应 我不知道能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的回答 你的这个答复 一定要和这个DS10 去对应的 你要不对应 比如说 比如千冠还问我 一个问题 说你爸妈 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对吧 这个其实呢 我的10表格里都添了 但是他要问你一句呢 这个其实就是在和你的表格去对应 你说那我爸妈现在还在工作 他现在在哪公司 那很可能你这个问题一出来 就直接就拒签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对应了 你爸妈都退休了呀 那怎么还在工作呢 你这表格是不是你添的呀 你这个是不是 抄贼别人的模板呀 对不对 因为这个说实话啊 咱有的不太清楚 就是咱们国人为了弄美签 什么招住室 然后出邀请函什么的 这关于邀请函的问题啊 我可能会在我就是 第二个视频来说一下啊 如果说那个加大签设 搞完来以后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做好冲突准备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的穿着打扮 要就是得体 就也不说你非穿的跟那个中介似的啊 就是说去西装 那这个那个的 那没必要 对吧 但是呢 你要符合你的身份 比如说我就现在就属于自顾职业 那你就穿的就得体一点 但是你也别穿的那个 你要去那个工体玩那种感觉啊 那这基本上也有点不太尊重 也不太尊重啊 但是如果说 比如你特定身份 我就是空姐 对吧 空上我要申请这个护照 申请那个 申请那个签证 针对于他们签证 那你就可以穿着你的这个工作装嘛 对吧 这也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期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说说这个 我签证 怎么把你的优势扩担 略是减少 一些我就是我所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其实说这个视频 我认为啊 这些什么小红书上啊 B站YouTube上 很多的就是三分之二的视频 说的有用 因为很多的说的那都真挺扯淡的 完全不这么回事 而是说句话 有的你按他那那么干的 你基本就一定要被拒签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能把我这个视频 好好理解一下 其实说 只要但凡你有真正的这个旅行 旅行的这个目的 你就肯定可以过 你可以拿到跟我一样 拿到十年的这个美国签证 因为我觉得现在办一个签证 其实也挺好的 对吧 去玩玩啊什么的都没问题 我想就是说 需要信任我 就是我只看旅游签证啊 你可以来找我咨询 这个旅游签证的过签率 你要把你的个人情况 跟我说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要被拒签呢 我可以去帮你优化这个解释信啊 帮你去优化解释信 就因为拒签是啊 就是说填解释信嘛 对吧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也是代表一个你的态度问题 所以可以再给大家弄解释信 还有一个就是过签的这个通过率 然后同时呢 如果说你找我的话 我还可以告你面签的一些 就是说更细节的技巧 以前一些要领表格的一些 更细节的技巧 这个我就不在视频里说了 因为每个人 签人签面 就是大家的状况都不一样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我说 因为我是完完全全自己弄的 而且我以前也没拒签过一次 对吧 大家可能有人说 你北京人上海人 什么广州深圳 对吧 大城市的怎么可能拒签呢 现在拒签率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所以说过 包括像我这么过 其实很难 我的确是把每一步都给压好了 最后弄到这个签证 所以说大家 如果要弄旅游签证 我是很有经验的 就是大家你可以把你的个人状况告诉我 我给你就评估一下 对吧 你比如说给你评估 你就肯定过不了 你就真的就 你钱都不要再去花了 真的就没有人生意义了 当然了我这项 就是帮你评估这个 会收取一定的小费用 因为大家知道我现在是干自雇职业 自雇职业 所以说我肯定也需要就说吃饭 对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私信 好吧 然后一个私信 一个私信 这是一个付费服务 来帮你去评估一下你的旅游签 只针对旅游签 因为我只弄我旅游签 别的我也不太了解 只针对旅游签的一个通过的概率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帮你优化这个其实信 然后帮你去给你一些面签的技巧 针对你的状况 来给你的这个面签的技巧 以及表格填写的技巧 当然咱 一定不要这个签证欺诈 就是说跟你说 给你自己编一套东西 模板上行 那肯定不行 那别这么敢 因为如果签证欺诈 很可能就是说 多年之内 你就没法再去申请这个签证了 没有任何必要 你就贴你最真实的自己 然后最真实的一个旅行出行计划 然后呢 把这个真实的旅行出行计划 让它的优势扩大 让它这个非移民倾向扩大 就可以了 基于你真实的出行的这个目的和想法 对不对 同时呢 这个视频呢 大家在评论区 如果说你可以 也可以把你个人状况 你的申请每签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也可以就是说 在评论区免费给大家评估一下 你能不能通过这个签证 好吧 那么至于第二期视频呢 我看看吧 如果加拿大签证能下来 我就再出一期 因为其实这个视频呢 签证这个视频 其实原本不太想做的啊 因为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频道内容也挺多的 接近啊 音乐的内容啊 把我评论啊 但我觉得 这个签证 我看个小红书什么的 最近还挺火的 截然生动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如果说 有人来找我 做这个旅游签的这个咨询 对吧 那么我觉得 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这些付费的服务 但是如果你信任 我觉得我不动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DIY去试一试 但我只能说 现在拒绝你的凯率 真的是非常高 好吧 那么就说大家如果有我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就免费的 去给你大概的一个签证通过率 我也可以 你可以在评论区去留言 大家提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